您也喜欢吃面线或者是跟汤 小心悟触了减肥地雷 勾芡是美食当中常见的烹饪手法 能够让汤汁变得滑顺好 入口还可以增加食物口感 不过勾芡过后的食物 不仅容易诱发血糖上升 还会让热量再增加 容易造成肥胖 因此营养师建议 糖尿病患者还有减肥的民众 都必须要浅尝极致 热腾腾的炒面淋上一大匙的勾芡酱汁 看得令人口水直流 说到台湾美食除了煎煮炒炸的料理手法外 勾芡也是美味的秘诀之一 使用淀粉加水混合后 能够让汤汁变得滑顺好入口 增加食物的口感 但这却是减肥者不得不防的地雷食物 因为它其实里面还有一些 就是用淀粉下去勾芡 它的热量自然而然也会比较高一点点 造成热量爆表的关键就在这些淀粉上 淀粉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 被人体吸收后会转换成葡萄糖提供能量 摄取过量则会变成脂肪储存在体内 加上嵌脂是胰态 在肠胃内吸收消化速度也变得更快 属于高Gi的食物 因此容易导致血糖不稳定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非常危险 我会建议说可以用清糖去代替浓汤 或者是一些羹汤 减肥饮食地雷多 看似无害的勾芡料理 常不知不觉让人吃下过多热量 想健康瘦身减肥的民众 下回冻筷子前 可要谨慎拒绝勾芡酱汁 继续下集会台东市报道